iPad Pro减配版在前年3月份苹果春季发布会上发布了iPad 2017 在去年3月份苹果春季发布会上又发布了iPad 2018 这两款产品都是当时最具有性价比的产品 而2019年苹果春季发布会在即 关于新iPad和iPad Mini新款的消息也是一直都有 近日曝光大神CoinX放出了关于新iPad的消息 一直以来CoinX曝光的消息还是非常可靠的 它是最早曝光iPhoneX iPhoneX Max和iPhoneX以及其名称的人 曝光大神CoinX表示新的iPad有两款 一款是和老款iPad Pro造型一样的10.5寸窄边框版本 只是不再叫iPad Pro而是直接喊iPad 这款产品也就等于是用老款iPad Pro 10.5寸的模具 直接减减配置就拿出来卖 就和iPad 2017就是iPad Air减配置后推出的一样 另外一款就是全新第七代iPad 也就是目前廉价版iPad的续作 屏幕为全新的10.2英寸 这两款产品不会同时发布 苹果可能会先推出其中一款 关于iPad Mini 5 Quinx表示不太确定 即使苹果推出了 也只会是目前Mini 4的性能升级版 不存在外观升级和重大的改变 供应链消息 中国台湾媒体也同时曝光供应链的消息 其中iPad上的线路版柔性PCB供应商 台郡科技和真顶科技 正在为苹果下一代iPad大规模量产做准备 而AirPods软硬结合版Rigid Flexboard的供应商 华通电脑公司和药华电子也开始 为新款AirPods做准备 并且表示AirPods 2已经要准备好了 台湾媒体Twitter Times表示 苹果会在3月25日的发布会上 带来新款第七代iPad和AirPods 毕竟供应链的消息一般都是最准确的 不过本次春季发布会的主角 是苹果新闻杂志和付费电视服务 所以本次的新硬件产品可能会和之前一样 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甚至是通过新闻稿直接上架售卖